最危险的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是要看所罗门的一生 他曾经是全这些最成功的人 他也是神所喜欢的人 他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喜欢他了 他的名字除了所罗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记得吗?昨天晚上 耶什么?耶迪迪亚 这是神很喜欢的意思 一个人生那么顺利,那么成功,应该都很好啊 但是为什么他后来却跌倒了? 为什么那么好的王,那么有智慧的王,那么有福气的王,竟然会跌倒,离开神? 原来在他跌倒之前,他早就已经在很危险的情况很久了 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是,你自己在危险当中,却不知道在危险当中 如果你知道危险,你就会很小心 但是你不知道危险 就到最后的失败了,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猎王记》上里面记载所罗门什么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啊,先讲结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安稳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吃饱饱就想睡觉啊 不小心的话,丢到地上就受伤 吃饱饱,那个时候就不容易警醒了 所罗门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 最成功的时候,也是在他开始堕落的时候 所罗门向神求智慧,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学习过了 那神呢,对他很好,他说你跟我求智慧,我很满意 那连你没有求的东西我都给你 包括这个就是财富,还有抢充 这两样东西是很好 但是如果所罗门没有这两样东西,可能也不会像后来这样子 如果所罗门早点死,比如说一盖完圣殿就死了 他应该就不会离开神了 信仰最高峰的时候,因为他盖圣殿就是最高峰的时候 盖了几年啊? 七年嘛 如果一盖完就死了 哇,信仰最好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很年轻啊,他几十岁啊 我们说了,他当王的时候大概几岁 十八二十左右啊 所以盖完圣殿大概二十七 如果一盖完圣殿就死了,哇,最美好 属灵上是很好,但是所罗门自己可能就不是很满意 我帮你盖圣殿,一盖完你就让我死啊 所以神就找着是给他长寿,让你活久一点 但是因为后来活得太久了,活得比较久了,就有机会犯罪了 再来神给他财富 我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那么多财富,会不会比较少机会犯罪? 如果他每个月都是赚了,每个月都轻哦 像我们一样,小完账单都差不多 但是神就很爱他,又给他财富 好,所罗门到底有多有钱? 我们看《列王记》上十章十四节 这一节很重要 《列王记》上十章十四节 《列王记》上十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哦 《列王记》上十章十四节 一、二、三 这里记载所罗门 他一年收入的金子 光是黄金啊,不要说银子啊,别的啊 只是黄金而已,这有多少钱 好了,那请问六百六十塔连德的金子有多重? 我数学不是很好啊,如果大家看到我记错了,可以等一下提醒我 你们有点数学很好的,会计很好的 好,你看这个图哦 一塔连德等于一个人的重量,在古代来说 这是一百十磅 如果一个成人,一个正常人,男女平均起来,大概一百十磅 但我们都比一百十磅重了,今天我们吃比较多 好,那等于一千七百六十安子 好了,那六百六十塔连德呢? 一百多万安子 好,那今天黄金一个安子多少? 昨天查了,就是两千三百二十块美金 好,这昨天的海鲜价啊 好,所以,以现金的价值来说 一年六百六十六塔连德的金子 等于今天差不多二十七一个美金 七百亿美金啊 这是所罗门一年光是金子的收入,其他还不算 二十七亿美金啊 哦,加拿大最有钱的家族一年也不一定能够赚二十七亿美金 那所罗门做王几年呢? 圣经记载啊,他做王总共有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那你把这个数目乘以四十,你就知道他一生坐在那边,躺着都收钱 就是多少亿美金啊 所以我们可以说,所罗门是人类历史以来的一个最有钱的人 是不为过 啊,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收入,不单只是那些黄金 啊,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收入,不单只是那些黄金 啊,别人送给他的礼物啊,香料啊,武器啊 啊,那到底所罗门的钱,为什么大家都会送上钱给他呢? 啊,因为大家都想要来听他的智慧的话语啊 啊,那然后来的时候啊,都来带礼物给他 啊,其中一个带最多礼物的是谁呢? 啊,你猜是谁? 有一个女人啊,特别大手笔,来看所罗门的时候,钱带最多 啊,你想要有钱,想知道以前的女王就有钱吗? 啊,这是哪里的女王啊? 我们看《猎王记》上十章十节 十章十节 啊,十章十节啊 咱们一起读 一、二、三 于是四八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德的金子和宝石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 她送给所罗王的香料以后送来的不再有这么多 光是一个四八女王拿一次就拿了一百二十他连德 哇,这个四八女王怎么那么喜欢所罗门啊? 哇! 来看他,听他讲智慧话,来送他那么多礼物 所以你看哦,这个所罗门王啊,真的是躺着都赚钱啊 啊,大家很仰慕他 好了 他后来还有别的赚钱方法,等一下再讲 啊,但是呢,所罗门现在钱那么多了 啊,可以说是神的祝福啊 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候的开始了 那所罗门躺着都赚钱,钱那么多 那他的钱用来做什么呢? 钱多一定是想要花钱嘛 不会把它放在银行里面,一定要花掉一点 第一天呢,他就是开始盖豪宅了 这是他要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他为神做圣殿呢,盖圣殿呢,总共用了七年 但是他自己盖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豪宅盖了多少年呢? 我们看七章的第一节 七章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哈 七章的第一节 一二三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公司十三年方才造成 你看所罗门啊,他盖自己的房子啊,豪宅啊,盖了十三年啊 他是很多工人在盖哦 很好玩 那为了自己要享受 当然神祝福给你钱,那让你生活过得好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只看中自己的享受呢? 那要小心哦,那时候也开始危险了 因为人的物质生活太舒服,太丰富 属灵生活就会开始忽略,开始会走下坡 来 来 大家爱捆就想看看这个图啊 这个就是呢,艺术家的想象图,上面这个部分是圣殿 这个就是圣殿主要的部分哦 那所罗门的宫殿呢,就连着圣殿这样子盖的,连着圣殿,在圣殿的下面一点 另外这个图呢,这个立体图,比较清楚也是 圣殿是这里 所罗门的宫殿呢,就在旁边 在下面是百姓住的地方 按照圣经的记载啊,他的宫殿真的很豪华 他有主要的宫殿的部分 还有呢,叫做黎巴伦的林宫啊,用黎巴伦很多很多的树 建筑物,盖成的一个宫殿 还有很多柱子的一个建筑物 还有呢,为了他那些宫女啊,皇后啊,非兵啊,盖的后宫啊 还有呢,为了他那些宫女啊,皇后啊,非兵啊,盖的后宫啊 要盖十三年 这个是破了纪录了,以当时来说,可能没有人可以跟他比 但是在他开始追求物质的生活的时候 又是危险了 因为人的时间有限,你用了时间来享受肉体的生活 你追求神的心可能就会慢慢的不见 好了,钱赚那么多第二,他要来做什么呢? 他就买武器,用来买武器 十章,我们看十章二十六节 一起读 一二三 你看了,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两千名,安置在屯车的城义和耶路撒冷,就是往那里 你看了,所罗门有钱之后啊,除了盖宫殿就是要建立强大的军队 这个是一定的,你一个国家有钱就一定要建强的军队 你看美国啊,一艘航空母舰啊,就几百亿美金啊 U.S.A.A.的海工艺航空母舰 U.S.A.的海工艺航空母舰 一手就几百亿美金 Billions of dollars 一支啊,一支 一支海工艺航空母舰 那美国有多少支? 你自己上去网路上猜一猜 一支就等于其他国家的一年的收入了 因为为什么有钱的国家 他就有办法建大的军队 他觉得说有这个军队 可以有这种保护自己 还有了 等于我的肌肉就强壮了 别的国家要得听我了 我们现在叫了他的军队 听说很烂 船也烂了 坦克也烂了 没钱修 飞机也烂了 飞不起来 现在我们加拿大多产 没有钱 所以人家就不听我们话了 加拿大讲话没人听 美国讲话为什么有人听 因为美国有很多武器 你试试看 如果美国没有武器 有没有人理他 苏罗蒙知道了 有钱的 我都要买武器 大家就会听我 这些武器我可以不用 但是不可以没有 我一定要用 这是核子弹一样 不一定要用 但是一定要用 这是这种意有 一定要有 谢谢 那索罗蒙呢 开始靠自己了 最危险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当你的心 开始靠这些武器的时候 不是靠神的时候 现在你看这个图就是 索罗蒙时代的马车 当时还没有发明坦克车 更没有飞机 但是打仗的最厉害 就是靠这种 用马拉的铁做的马车 要有很强的马 站马 跑很远 跑很快 你没有马车 你在下面这样子弄他 那个马车一转过来 就把你撞倒 你就不用打 那索罗蒙有多少台马车 战车 26节说是他 他有一千四百辆 马兵一万两千 所以他有几万匹马在那边 几万匹马 这些马都是很贵的 到埃及买过来的 但是他有钱 他可以买 但是他在建立军队的时候 他就开始 不是靠神 他就说我要靠自己 来保护我自己 那有开销啊 但是要赚更多的钱 怎么赚呢 我们看十章二十八节 十章二十八节 十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所罗蒙的马 是从埃及带来的 是王的商人 一群一群 按着定价买来的 二十九节 从埃及买来的 车每辆 加以六百色克勒 马每批一百五十色克勒 赫人猪王 亚兰猪王 所买的车马 也是按着价值 经他们手买来的 你看 所罗蒙开始这里 他商人的头脑 就表现出来了 他去埃及买马 当然了 也把我有的东西 卖给埃及 还有了 别的国家要马 他先买起来 再卖给别的国家 所以所罗蒙就很聪明 他知道 要控制世界 不是用打仗的 要控制贸易 要控制 谁控制贸易 谁都控制世界 今天还是一样 美国为什么强大了 过去一百多年 那么强大 到处哪里 称王称霸 哈哈爸爸 在美国到处都是 哇 大家要别人听他的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不是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 最厉害 是美国最厉害的是什么 是美金呢 绿色的那种 我们加拿大的颜色 比较漂亮嘛 美国的颜色很丑 我觉得美国就不能讲 只有一种颜色 一百块也是这个颜色 一块也是这个颜色 有时候觉得是很难看 但是人家一百多年前 就把这个美金 中文是贸易的单位 所以他就控制了贸易 大家都要向他买 都要跟他拿美金 所以他就是站在那边 他要多少 他印多少 里头们都要买单 所罗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控制贸易 控制世界 这个地图 就是当时中东地区 包括埃及 所罗门的影响力 是从尼勒河到大河 我们两个礼拜前看过了 那个kingdom from river nile 到了大河 就是优法拉底河 所有都是所罗门的 影响的管辖的地区 所罗门就说了 现在开始有钱 大家一起赚 我们可以一起多trade 我们可以做贸易 因为都是一个国 都是一个集团的 大家都是和睦的相处 就来赚钱 好了 大家都好啊 就好像中国以前 不是古代强盛的时候 唐朝就盖什么路 丝绸之路 唐朝最为最繁华的时候 就盖这个 就连着 所有中亚国家 现在中国也想盖什么路 也想盖一带一路 这是中国想要盖 但是弄不太起来 但是其实都是学索罗门 所有的海上的贸易 路上的贸易 全部涵盖住 那所罗门怎么赚钱 我就每一条路 你经过 你要做生意 我收一点税就可以了 你要卖东西 你上边这边 要卖给埃及 经过我这里 你看以色列地 就是中间的枢纽 什么都要经过我家里 我不用多 所有经过的 一%就可以了 经过 我是收1% 所以他到最后 根本躺着都赚钱 收那个税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很发达 头脑也是很好 给他想到 但是最危险的时候 也是你最发达的时候 钱越来越多 你看连斯巴旅王 传说这个斯巴旅王 就是从中东这边 从撒地阿拉伯这边 南部这样上来 都去找他 这里对面 这里对面就是 伊索皮亚了 所以有人说 这个斯巴旅王 也是非洲的伊索皮亚 传说 斯巴旅王 看完索罗门之后 回去就怀孕了 传说 不是圣经 圣经没讲 回去就怀孕了 这个是传说 但是这个有可能 为什么 伊索皮亚很早 这有犹太人 这是有信奉 这个律法的人 跟其他非洲人不一样 很多黑 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 所罗门的影响力有多大 每一个国家都听他 一起做生意 躺着了赚钱 这个时候应该 信心更好才对 对不对 但是人有一个缺点 有时候越有钱 越没有安全感 你怕失去 你现在有的东西 譬如说 你是世界首富 你很怕被挤出来 不是首富 我的宝座被人家拿走 怎么办 所罗门 我们心中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安全感 他的安全感 没有放在神身上 他的安全感缺乏了 那他就想出一招 怎么样可以保住我现在 让我这种赚钱 还有平稳 还有国家的安全 可以得到保存 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当时会影响 会威胁 所罗门的唯一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 可以威胁所罗门 是谁 埃及 因为埃及在 所罗门没有 崛起之前 已经是大国了 那现在 所罗门起来 他有点怕埃及 就好像现在美国怕中国一样 美国是老大哥 现在中国起来 他就想要去控制他 所以 所罗门 想说 埃及 怎么可以让他们 不上来骚扰我 准备 Egypt 或者跟我作对 有一招很有用 叫什么 我们结亲 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 我们这边亲家 亲家 还有 in-law family relative 对不对 我们都亲家 你怎么可以来打我 哪有说亲家打亲家 所以 你看 所罗门 如果娶了埃及的公主 他就叫法老王 叫什么 叫什么 匠人 为夫 所以 就是变得很亲 所以 这个就是背景 我们看 他的第三章 其实这个出现在第三章 第三章 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 就已经出这一招了 已经没有怎么靠神了 这个时候 三章第一节 一二三 一二三 索罗门 其实这个是 是 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时候了 虽然他以后发展得很好 但是 其实这个是埋下了一个失败的原因 因为 因为你把埃及的公主 娶过来 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要让自己稳固 但是 这个就违背着神的旨意 因为埃及公主 她不是自己一个过来 她是那些随从 还有她把她的家里的偶像 全部带过来 为什么 为什么 所罗门 要特别做一个宫殿 给埃及的公主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她里面 要放很多埃及的偶像 她也不想别人看见 就让你自己在家里拜 不能放在外面 好了 那现在 所罗门越娶越多了 我们看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一节 十一章第一节 一二三 所罗门 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亚女子 亚曼女子 以东女子 希顿女子 赫云的女子 哇 所罗门现在越做越大了 把这个婚姻 把这个政治的婚姻 扩充起来了 因为他要统管那么多国家 对不对 这个图 他要确保他们不会作反 也不会取代我的位置 这一章有用 因为我娶了埃及公主 法老没有来骚扰我 我要买马 他就卖给我 卖给这个女婿 很正常 这一章好 他叫copy copy and paste 这一章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 我跟她有贸易往来的 有政治原因的 全部取一个过来 不管你长得好不好看 当然了公主 假设来说 应该都是长得好看 小时候看童话书 都是这样 不好看也要化妆 但是所罗门取他们的 其实最终原因 就是政治的婚姻 就是来靠自己 他要靠自己的办法 而不是靠神 来保护他的国家 这个就是他失败的 也是个最危险的时候 神给你那么多 你应该更单纯的心 来依靠神 守神的道理 结果他不单止 不守道理 还做得更严重 更不 更把神的话 丢在后面 我们看11章的第二节 11章的第二节 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 成小玉 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 往来相通 因为他们 必引诱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 却恋爱这些女子 你看了 神的话 早就写在律法上了 不可以 娶外邦人 不可以娶这些外邦女子 不管你是普通女子 还是公主 都不可以 尤其是男人 很容易被女人影响 男人很难影响女人 总实在 但是都是女人影响男人 结婚之后 女人煮什么 你就吃什么 他不要去的 你逼他 你也去不了 女人影响男人的观念 思想 生活 习惯 甚至宗教 所以神在律法上来说 你不可以娶外邦女子 不然你娶了一个 信仰 一定完蛋 你把你儿子 娶外邦女子 你的信仰一定完蛋 但是所罗门就不听 好了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所罗门不听 难道所罗门不知道这条吗 有没有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圣殿 有祭司 有人叫律法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条 为什么他不听 为什么 大家想想 他觉得 为什么他不听 他觉得这个不影响我 会影响别人 但是不会影响我 我是个王 那些女人 怎么可能影响我 还有我有智慧 神说 给我最大的智慧 怎么可能影响我 太自信 最危险的时候 也是太自信的时候 神说 你不要做这个 这个会危险 这个会引诱 我不怕的啦 我刀枪不入 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了 他一定有这种心态 别人可能会打 我不会打 说不定我可以改变他们 跟他来 让他来信我的神 这不是很多人 今天的心态吗 圣经说 不要娶外邦 不要嫁外邦 有人就说 我不会被影响 我还可以去影响别人 所以 最自信的时候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那后来 所罗门都跌倒了 但是呢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十一章第三节 十一章第三节 一二三 所罗门有飞七百公 都是公主 还有兵三百 这是飞兵诱惑他的心 第四节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他的飞兵诱惑他的心 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 诚诚实实地顺服 诱惑他的神 好 这里说 所罗门也做得太离谱了 如果十个八个 飞兵就算了 对不对 有个大神 也了解了君王 但是所罗门到底取了几个 取了几个 总共有一千个 你说一千 七百加三百是不是一千 七百个飞三百个病 你说有没有过分的一点 你要那么多来干什么 圣经早就已经警告 警告当时 以后要做王的人 神就已经早就讲了 我们来看生命纪 生命纪的第十七章 生命纪的第十七章 16节 生命纪十七章十六节 16、17节 1、2、3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屁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我要加添他的马屁 因为耶娃曾吩咐你们说 不可再会那条路去 17节 不可为自己多利非兵 恐怕他的心偏邪 也不可为自己多吉经营 这是神透过摩西告诉百姓的话 就是以后你们如果要立王的话 也不要随便立 其实在神的设计里面 以色列百姓不需要一个王来统治他 神自己做王就可以了 但是神知道他们的软弱 如果你们真的要立的话 那这个王有三这样事情不可以做的 刚好这三样事情 所罗门都全做了 第一就是第16节 不可以加添马屁嘛 靠自己啊 靠武器啊 所罗门一赚到钱就买武器 第二件不可以做的 不要回埃及 那所罗门也做了 他就跟埃及结盟 有一个alliance allied himself with Egypt 那就等于回埃及了 你的心在那边 再来呢 神说不可以多利非兵 too many 但是所罗门就完全不听这一条 他不是来十个一百个 他弄了一千个 每一个太太非兵 就把当地的偶像就带回来 那圣经说了 神说了 这些会引诱 你的心偏邪 但是所罗门不没听 所以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 当你的心 你把你的心交给一个没有信神的人 年轻人听清楚一点 尤其是还没结婚的年轻人 还有小朋友 也要先听 如果你把你的心交给一个不信神的人 无论你的原因是什么 他真的爱你 或者你很爱他 或者是你跟他结婚会有一些好处 其实结婚都是这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因为他很漂亮吸引你 第二就是 你从他跟他结婚会得到好处 但是神说都不可以 因为你的心 如果交给一个没有信神的人 他会把你拉离开神 所以年轻人是最危险的 因为你们的婚姻 你一天还没有结婚 年轻人还没有选择结婚在主里面 你一天还是面对这个危险 如果你在主里结婚 你这个危险就少了一点 但是所罗门不听 他以为自己不会受到影响 他自以为有智慧 但是很可惜 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 他年轻的时候 写真言的时候写出这一段 我们看真言三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读 比较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第六节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第七节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这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 所写的 但是他老的时候 自己讲了自己都忘记了 有时候我也很害怕 我讲那么多道理 会不会老的时候 自己讲了道理 自己都忘记了 老了有时候就糊涂了 不是每一个老人都会糊涂 但是有很多老人 老了就糊涂了 不是只有forgetful foolish 所罗门其实他称到老 他中年的时候还没有糊涂 他是什么时候糊涂的 刚刚我们读《猎王记》上 就看到 他是老年的时候被引诱了 我们看《猎王记》上十一章 第四节 十一章第四节 所罗门连老的时候 他的非兵引入他的心 老年的时候糊涂了 年轻的时候还没糊涂 还没拜偶像 他只是娶了很多外邦女人 在那边 但是他老的时候糊涂了 那些非兵一直进来 不是那几十个 他每年都有新的进来 新的进来 他也是放纵自己的情欲 放纵情欲 什么时候最危险 当你放纵自己的情欲的时候 也是最危险 没有把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 所罗门放纵情欲太厉害了 到老了 还要那么多非兵做什么 对不对 到老了 就跟原来的太太 有的话就有 没有的话 也是双心仰望神 读圣经 亲近神就好 老了 还要搞那么多非兵 有一个真正常常的家庭 就好了嘛 但是他不满足 但老了 还要搞那么多非兵 那老了 就被那些年轻的非兵 就引诱他了 所以放纵情欲 当你有很多放纵情欲的机会的时候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那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多 最主要是 他到老的时候 也忘记 他所有的是谁给他的 他忘记了 智慧 财富 生命 聪明 成功 都是神给的 结果他都忘记神了 结果他的生命到最后是失败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图做一个总结 有智慧 这种智慧是世俗的智慧 然后赚钱 赚钱就有名了 有名之后 其实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有名气之后 又有power 有个影响力 有影响力的 大家会崇拜你 你会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放纵情欲的机会 很多女人就送上门 那你成功嘛 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都是pleasure 然后就变很骄傲 你觉得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 我不会倒的 我可以控制自己的 那后来就变很foolish 很愚蠢 就做出一些 不听神话的事情 最后就自我毁灭了 当然所罗门是神怜悯他 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 审判他 让他灭国 但是他的国家的后来 也是灭亡 完完全全是从所罗门开始 因为他设了一个模范 错误的模范 把外邦女子带来 把偶像带进来 大卫的时候都没有这样 当然没有啊 大卫敬拜神了 连扫罗王都没有这样 对不对 扫罗没有把外邦偶像带进来 扫罗是自己败坏 自己去教鬼 老的时候糊涂了 去教鬼而已 他没有把外邦的偶像带进来 扫罗门是比扫罗还更糟糕 当他愚蠢的时候 真的很愚蠢 那看了这个图 我觉得很害怕 每一个人都可能 如果你稍微成功一点 你就可能往这个道路上面 如果所罗门都可以跌倒 那我们呢 但是圣经有 有一个预防的方法 我们看最后看 生命纪第十六十七章 十八节 十七章十八节 十七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他登了国位 就要在 济世立为人面前的 这律法书 为自己超如一本十九节 存在他那里 要平胜速度 好学习敬畏 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和这些律例 十二十节 免得他向弟兄 新高七奥 偏左偏右 离了这诫命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 并可以在以色列中的国立位上 年长一日久 这个就是预防的方法 当王是很危险的 全国里面最危险的那个人就是王 因为大家都怕他 大家都要听他了 也没有人敢跟他骂他 对不对 谁敢骂王 你不要命啊 很危险的啊 今天我们当圣子人员也是很危险 然后我们是带领者 我自己也是很危险啊 这里面要帮传道人祷告 要帮那个minister祷告啊 帮那些讲道的人祷告啊 我们不是王 但是我们也是带领者 他还领解是最危险的 圣公做很多也是很危险 但是你不要说 哦那传道说 圣公做很多很危险 那不要做最最安全 也不能这样讲啊 不然教会都没人做工啊 危险你可以预防啊 怎么预防 第十八节 他当了王位了 要跟祭司那边说啊 要为自己操录一本律法书 大家注意哦 这里不是说问祭司说 你给我一本 让我放在床头每天读 不是哦 大家仔细看哦 英文讲得很清楚 他应该要去祭司那边 借一本 然后自己打开 每天抄一部分 到最后就抄成一本了 自己读别人的书 跟自己抄什么不一样 我们有谁有抄圣经 抄了一整本呢 有没有 我应该都没有 我们读一本就不错了 抄 抄跟读有什么不一样 抄要很慢啊 也很辛苦啊 但是抄完之后 你会记得 每天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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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遵守 还有读 遵守 然后呢 学习敬畏神 这样子啊 你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因为你怕神 你怕神就不危险 你不怕神 你就很危险 今天很多人不怕神 甚至有一些 长子传道也不怕神啊 有些老信徒也不怕神啊 忘记神在看啊 如果所罗门怕神 他敢拜偶像吗 敢不敢 他都已经没有了怕神的心啊 所以当你不怕神的时候 是最危险的 所以今天 透过所罗门的这个例子 想想理我 你有没有现在遇到最危险的时候呢 唱诗 是